什么 在朱家小玉上了 孽缘哪 孽缘 那你怎么说 动摇了吗 我现在只想把 答应谢小飞爸爸的事情做好 其他的没工夫想 太累了 那就好 你可千万要记住啊 傅星汉绝对不值得原谅 有一就有二的 我们俩之间没有谁负谁 我们是和平分手的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替他说话 你是不是对他于心为了 不怀恨在心就是于情为了 拜托你 我可是新时代的独立女性 好 新时代独立女性 希望你不要动摇啊 喂 田田 怎么了 姐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你先别哭 出什么事了 小飞她出事了 小飞她怎么了 小飞她出事 破了剑正在医院抢救 找得特别严重 你们在哪家医院 我现在过来 我现在过来找你啊 你去哪儿啊 你包不要了 小飞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医生打电话跟我说 小飞出 出这祸了 我伤得特别严重 她人呢 在里面 医生还说什么 小飞 小飞 怎么样 肯定很疼吧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小飞就是 对不起 你们好像认错人了 我 别哭了 你看那儿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我知道 我就是想制造个机会 请你原谅我 我也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怎么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呢 是 有道理 我发誓 从今以后我绝对不会再骗你了 没有以后 干什么啊 我不是请你原谅我们这不是 是的 姐你别装了 明明心里还有姐夫 干吗非得跟自己过路去 我还没说你呢 你跟他串通好了来骗我是吧 我可没骗你啊 我是让你看清楚自己的内心 好了 陪你们玩了一天我都累了 帮我拿着 我祝你们几个幸福啊 走了 拜拜 跟我回家 你跟着干什么 我 我送你们俩回家啊 不需要 姐 你不要搞事情了 女孩子不可以这么做的 你看他啊绞尽脑汁哄你开心 你就先原谅他嘛 要是他表现不好 他倒是把他甩了也不是 你说什么呢你啊 本来就是 我现在随便买个勺子的五有七天退货 何况是你 那个 看你帮我的份儿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童娜小姐 那就请你多多照顾了 本店呢一经拆封是绝对不会退换的 说什么呢 谁拆封了 不拆完了吗 总 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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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跟你说点事 过来 你 你带我去哪儿啊 我要证明给你看 不是哈巴狗 我是藏狗 走 进去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这是我现在生活的地方 也有可能是我以后的家 这个呢 是我的房间 童娜 我知道错了 其实那天把你从赵晨夕家 弃出去之后 我真的特别地后悔 我都想跳河了你知道吗 然后呢 我当时真的很烦 所以我冷静了一下 后来 我就看那个水有点冷就 打消了那年头 不是 你笑什么呀 我就说嘛 你这种人怎么可能去跳河 你知不知道我当时有多伤心 我就是想跳下去一了白了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不想活了 但是因为水太冷 所以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只是觉得 你说我连死都不怕 现在这点问题跟困难算什么 非常深刻的人生感悟 是不是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重生了 谢小飞 下次再这样你试试看 放心 我再也不会 我其实就是想告诉你 我已经挺过来了 我要建立我谢小飞新的生活 我带你来这儿就是想让你见识见识 我可以住得了曼哈顿 也一样住得了这种出租房 我现在终于知道 你以前对我的苦心了 都是我不好 我真的不会再辜负你 我不会再让你伤心了 原谅我好吗 最后一次 不过 你自己住在这儿这么小 你习惯吗 住这儿 虽然不习惯 但是你要是考虑搬到这儿 跟我一块儿住 那我肯定就特别特别的习惯了 你想着没 我室友 商小姐 童爷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 你们认识啊 他是天宇的下属 他是你男朋友 什么男朋友 这是我未婚妻 别闹 他住在这儿 有什么问题请你多包容他 如果他做错什么事情 记得告诉我 童爷姐 你放心 我一定替你看好他 来 我先去找他 老板你脸干什么呀 你让我怎么能笑得出来 走哪儿都跟那秦天宇有关系 又吃醋了 你记得跟那个小商搞好关系啊 不是你让你男朋友 跟一个年轻小姑娘搞好关系 你居心何在 爱搞不搞 反正人家喜欢的是秦天宇 跟你也没关系 那倒是 这么珍贵的礼物啊 不好意思啊 你太客气了 这是应该的 你们就别跟我客气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 对了 薇薇这几天去哪里了 薇薇啊 我们也不知道呀 她呀前段时间 公司不是辞职不干了吗 这两天又不见人影了 我跟她叔叔啊 被她折腾死了 其实她辞职的事情呢 我也听说了 我真的很担心她 天宇啊 童威辞职是不是跟那个 谢小飞有关呢 是 而且这一次还很麻烦 童威为了她 得罪了很多人 是不是人 你怎么又来了 该干什么 是 发生什么事了吗 薇薇 你被她害得还不够吗 如果您是说辞职的事的话 那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跟别人没关系 可刚才天宇说的 天宇说的 你来有什么事吗 天宇 你来有什么事吗 我来给叔叔和阿姨 送营养品的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天宇 不吃饭了 吃 吃了饭走啊 不了 有空再看你们吧 叔叔 阿姨 再见 再见